白內臟它就有點像一顆 那個橢圓形的芒果 那最裡面有一個就是 然後外面有一個 所以外面有一層果皮 所以我們在看白內臟的時候 它我們會判定 它是哪一種型的白內臟 果皮都熟的 這種就完全都是 整顆熟掉的 這種我們叫 核性的白內臟 另外一種就是 果肉熟的那種 我們叫做 皮質性的白內臟 那果皮 就它果肉果實 都還沒有很成熟 可是它的皮質 已經開始老化 我們叫做 瓜哥 我真的不得不稱讚一下 就是我們真的是 珍珠奶茶 還有手搖杯的一個大國 就是享譽國際這樣子 是啊... 已經推測到全世界各地 真的 但是也有一個問題 就是前陣子我看到一個新聞 既然有一個女生 十七歲 就得到糖尿病了 這一次好辣常常講 現在年齡都往下降了 可是十七歲也太年輕 還沒未成年耶 永遠她不是最年輕 會有更年輕的 對 甜點什麼時候有少過 真的 而且我社團賣的甜點 賣得可好了呢 對 而且年輕人的疾病 不光這些的 還有很多就想說 比如說眼睛的問題 對 剛剛還有一個醫生說 什麼二十六歲就得到心臟病的 那也太早了吧 是啊 我們聽到的 就前所未聞 就是越來越年輕 所以說年輕人別猖狂了 這些疾病定上你們了 不是 擾人專利 年輕人眼睛疾病大爆發 現在就是 因為大家都是3C重度使用 再加上就是生活型態改變 還有飲食改變的關係 所以現在眼睛老化的都很快 那除了老化眼以外 其實現在眼睛有三個 很重要的疾病 我總稱為 什麼是白 就是白內障 那白內障就是我們 水晶體老化 它會影響視力 那什麼是黃呢 黃就是 黃斑部在我們視網膜的正中心 它管我們的中心視力 所以現在黃斑部病變 也有提早那個發生的趨勢 肝就是 肝炎症就是在這個 我們眼球症表面的地方 它類腺分泌減少 那以往這個白黃 肝 這三個眼科的疾病 都是發生在 至少年紀 因為我們現在健保規定的年紀 是五十五歲以上 你才可以用健保的身分 開白內障 可是我們現在發現 其實已經有大概四分之一的病人 他都還不到五十五歲 其實我就有遇過那種 就是常常在玩線上遊戲的年輕人 對 因為他們可能就是常常 就是 而且就是一整天都在打 那眼睛都老化得很快 那其實除了白內障之外 還要更注意一個 比較嚴重的疾病 是黃曼布的病變 那剛好就是上禮拜 就有一個年輕人 他才三十多歲而已 那他的職業就是 他是那個證券公司的操盤手 那所以他有一天 在看電腦的時候 他就發現他的 好像他的左邊的眼睛 看電腦覺得好像有點 好像夢幻的感覺 就有點浮浮的 好像有點歪曲變形 那他就想說 可能就是太累 壓力太大 那休息了兩三天之後 他還是覺得他看電腦的時候 看東西就是有點 歪歪的變形 他就趕快來掛門證 那其實他視力檢查起來 都是正常 都是1.0 那我就幫他做了一個 黃曼布的斷層掃描 就發現他的黃曼布 是有血腫的情況 那再幫他散銅檢查之後 就發現原來他的那個 血管阻塞 所以他是一個 造成的黃曼布病變 那後來這個病人他就 我們就緊急幫他先注射一些 藥物治療之後 那後來他也把先留職停薪 暫停一年之後 後來他的黃曼布就穩定下來 可是他的血管 還是呈現阻塞的狀態 所以就有叮囑他 就是要盡量小心 就是不要 又要注意運動 飲食這些 不要再讓這個 血管阻塞的情況再惡化下去 那另外還有 其實門診很常見的疾病 就是乾眼症 那這邊可以跟大家就是 簡單玩一個小小的測驗 就是因為我們眼睛 表面是一個有一層 淚膜 那當你眼睛乾的時候 你就會 眼睛就忍不住想要閉起來 會想眨眼睛 所以病人進來的時候 我都會看他 如果他眼睛眨眼頻率 就一直眨眨眨 我就知道他眼睛就是很乾 那個儀隊他是不能眨眼的 儀隊啦 儀隊 對... 那個有偷偷的眨眼看 你知道 他們應該... 你可以撐好久喔 好痠喔 天啊 真的 而且不眨眼前面會霧掉耶 不是 他會眨到 一直眼淚流下來 對... 他是眨眼 不眨眼的時候 眼淚會自己一直飆出來 所以要是你可以撐住 十秒鐘不眨眼的話 基本上你的淚膜 淚膜的穩定度是夠的 所以我是健康的嘛對不對 對 剛剛瓜哥 我剛才幫你數過 你有超過十秒 對... 遇過最年輕的肝眼症是 國中二年級 看到沒有 他除了看近視之外 他就說他眼睛一直很乾 那檢查他真的發現 他就是肝眼症 他的眼睛表面是有破皮的狀態 小孩子現在一講話 就是丟手機給他看 吃飯要配電視 對 才會安靜 以前我們配電視 他現在配手機 對 所以你的淚膜一直下降 對 而且其實手機 它比電視更傷眼 因為它是更專注 更小的一個螢幕 在更近的位置 而且小朋友在家裡 晚上十... 晚上九點十點不睡覺 燈都關起來 怕媽媽知道都會在 棉被 床裡面這樣看電視 以前是看漫畫 現在就是暗暗的 然後看手機 因為我也是 我之前不知道 然後我就是暗暗的看 後來我眼睛 真的就是很不舒服 然後我又有雷射過 雷射近視 所以我就趕快去檢查 看一下我到底會不會 發生什麼問題 後來醫生說 你其實所有檢查都沒問題 但你就是不可以這樣 我記得有一個個案印象很清楚 為什麼 因為他跑來掛急診 我們認為說 你這幹嘛掛急診 一掛門診就好了 六年級前段班 換句話就四十幾歲 不到五十歲 他跑來掛急診 主要主事後 醫生一聲 他說 我要檢查視力 不是檢查視力 怎麼跑來掛急診 他其實最近兩三年 他的視力開始減退 那他自己的意思 他只是老花 所以他自己去買老花眼鏡 配著戴 一開始他覺得有效 慢慢慢慢開始 視力還是持續地減化 用老花眼鏡也不行 所以他整個 他就找了一個 很大的一個嚴科診所 病人很多的 然後跑去掛號 要檢查眼睛 結果沒想到病人太多了 所以他想說 我只是要檢驗視力 我也不要看醫生 所以他就也沒有看醫生 就跟他們講說 我只要驗一個視力 他要拿視力檢查報告 去配老花眼鏡 所以他醫師也沒看 就去在眼科診所 就拿了一個視力的檢驗單 去眼鏡行 一個很大跌損眼鏡行 去做檢查 結果沒想到那個驗光 我配鏡師 再怎麼把它調 他的矯正視力 都沒有辦法達到一個 很好的一個效果 所以那個配鏡師 大概也很有經驗 他說你這看起來 不像是一個單純的近視 或是老花的問題 他說你這個應該 立刻去找眼科醫師檢查 所以他講立刻 就他變很緊張 所以他是被 所以他一來就說 這個有人叫我是立刻來檢查 剛好那時候有眼科門診 我們就把他轉到眼科門診去了 結果沒想到眼科醫師看完之後 他回覆我們說 他四十幾歲 他是 所以剛剛就是我們眼科醫師講 這個真的臨床上是 越來越常見的 因為我剛剛講 他也不符合健保的手術 反正有些材料 本來就是符合五十五歲 也要自費 所以他後來就用了 這個自費的一些 比較好的水晶體 那問問他的危險因子 其實看起來 也真的是 其實體態保持得很好 看起來年輕 像是個運動性的 那其實問問就是 那他也會很喜歡 比如說長時間做一些戶外運動 不要做 對 那問他起來 可能在跑步的時候 他可能眼界沒有做很好的 也會防護 單單一個3C產品的重度使用 再加上 紫外線光害 它就有可能會造成 五十歲以前 需要兩側都要開照 政府是規定五十五歲 表示這個過去 真的是沒有到這個年齡 是不需要的 現在已經看四十歲 三十歲都有了 是 要注意年輕人在提醒 是不可逆 所以不要走得上來 沒錯 你做長期比如說 戶外運動的 跑馬拉松的 或者是騎腳踏車 通常會在白天的時候騎 那個時候的 我以前剛開始騎腳踏車的時候 那個我的教練就說 你一定要戴太陽眼鏡 可是我們這種近視眼 戴太陽眼鏡 很不好戴 就戴著太陽眼鏡 其實看不清楚 沒有近視的太陽眼鏡 對 我們就要不要去配 有度數的太陽眼鏡 那我覺得現在 鏡片的技術越來越好 事實上可以 你在配眼鏡的時候 就會配可以 所以我覺得如果喜歡做 戶外運動的年輕人 如果你是近視眼的話 不妨去配變色的眼鏡 對 妳騎腳踏車 有 我就是戴那個變色的 就是它太陽很大的時候 它會變得看不到眼睛 你會變很色的那種 對 我會變色 它會有遮陽 會比較有遮陽效果 可是如果像你進入那個隧道 比較暗的時候 它就會變比較通病 其實我覺得很多年輕人 應該都跟我有一樣的通病 就是現在年輕人 都一定會戴隱形眼鏡 特別是那種 然後我以前是在那種 菜鳥主播的時期 我們播報的時間 就是都很不固定 可能就是叫你來播 晨間新聞 可是又要你播晚間的氣象 所以我整天就是 一直畫著一個大濃妝 然後戴隱形眼鏡 戴超過 十四個小時 所以妳不會早上播完 卸完之後晚上再畫 不會 那個太費工 我畫上只會罵 對 然後 因為那個隱形眼鏡 通常都會跟我們說 就只能最多 戴六到八個小時 可是妳戴了十四個小時 然後中間又很累 我就直接趴下來睡覺 可是其實你只要睡覺的時候 那個隱形眼鏡就會開始 一直吸你的眼睛的水 乾 對 然後我起來 然後我就覺得眼睛超痛 結果回家的時候 我就拔超久 那片隱形眼鏡都拔不下來 然後我真的是很用力這樣 用力一捏的時候 我才知道 最可怕的不是隱形眼鏡拔不下來 是拔下來的那一片 只剩三分之二 然後那時候就去哪了 對 我就想說 另外那三分之一咧 然後我就想說 應該掉到地上了吧 就自我安慰 我就去洗澡了 結果我小安凸出來以後 我爸看到我的眼睛 然後我說 妳眼睛怎麼都是血絲 因為整隻都是變血輪眼的 他就跟我說 妳剛剛隱形眼鏡有拔出來嗎 然後他就幫我翻開我的眼瞼 就發現我那一片破片 在我的眼睛的裡面 對 那我就覺得真的是太可怕了 那妳第二天又要戴 第二天又戴 結果後來就真的 之前就有一個新聞 他就是有一個女生隱形眼鏡 就是一直都沒有拿出來 後來就疊在眼瞼裡面 他其實眼瞼會翻著回來 但他裡面有一個窟窿 他會塞在那裡面 戴好幾天 塞了好多片 你先進去 一百多片 塞得到一百 一百多片 那開眼鏡行啦 這開眼鏡行啦 可以塞嗎 我回家研究一下 裡面還剩幾片 妳現在還有三片 對 現在可能還有三片吧 對 我是平面模特兒跟直播主 我那時候就是 要拍照 外拍 就常常會 像瓜哥剛剛做的動作一樣 就是這樣 真的 我們攝影師他都會說 要撐住 這很漂亮要撐住這樣 不能沙眼 然後我們就風沙都會一直吹 他眼睛就開始乾 乾澀之後我就變成 然後就變成 乾眼症這樣子 然後後來就像主播一樣 我有一次 要戴眼型眼鏡的時候 就戴不上去 然後硬戴 戴上去之後 就發現 然後他就在我的眼睛裡面破掉 像圖片這樣 很恐怖 真的 對啊 妳當下怎麼還有心情拍照 因為我覺得 我就拿不出來 我拿不出來 感覺很像異形耶 對 拿不出來自拍一張 然後我就是拍照上網 問說怎麼辦 我真的拿不出來 拿不出來 你們手內我一個城堡 我就好 還有一顆太陽 快點 還有一個好超對這樣子 好拍 所以那時候就是這樣 就是扒上去之後 大家也沒有 就無解 然後我就把它扒下來之後 去看醫生 他就說 我是 然後後來我想說 好 那外拍就是 常常會眼睛很容易受傷 我就接了直播 結果那是另外一個 就是 我們常常直播就是要 然後盯著手機 盯著電腦 可能兩三個小時 甚至七八個小時以上 那我 真的很久 有些人 一個月要播個一百個小時 兩百個小時 他們有時數的 對 有那個 簽約合約的內容 對啊 然後就是這樣撥撥撥 就長長眼睛 就像血輪眼那樣子 然後後來我就分泌那種 黃綠色的分泌物 後來醫生就說 我是 對 然後也是禁止戴影型眼鏡 都要戴眼鏡 撥 直撥 對啊 然後後來 就是我之前都是戴年拋 或是週拋 月拋 現在就只能戴日拋 有年拋的啊 有啊 常帶食的那種嗎 那不容易省錢 因為它有時候就是 一副一年一千塊 那有沒有生拋的 一生拋一千塊 生拋年拋 那你就說雷射就好了 常常倒閉吧 因為可以這樣 所以要派換 對啊 那那個黃色就是細菌感染 就是比較嚴重 其實有時候我們比較怕 是一種 綠濃感菌的感染 對 那可能就是 在戴影型眼鏡 第一個時間過久 然後眼睛本來就有一點 感染的現象 還硬是把影型眼鏡 戴上去 那影型眼鏡它就會變成一個 細菌的培養名 它就是在影型眼鏡上面 就開始長出來 對 那還有我們 其實更怕的是 一種 所以我們通常就是 只要眼睛也有不舒服 不適的時候 就不要戴影型眼鏡 然後另外就是戴影型眼鏡 一定要把它收拾乾淨 真的喔 不可以用自來水洗眼鏡 有的人 我看過最可怕的 它是用 它用口水水 口水不是比自來水好嗎 對 口水不是比自來水好嗎 這個在戴比自來水好 因為我確實有聽過 口水有酵素可以消毒 其實沒有 那就是你 就是沒有水的時候 你就是不要戴 他說真的沒辦法 就是用開水都還比較好 你都用口水 都含進去在戴啊 真的 而且眼鏡是多重要的 你看不到你多難過 我們這樣子 好像都很輕鬆的戴過去 對啊 我覺得你們這些人 乾脆去雷射眼鏡好了 雷射掉了 雷射掉比較好 放大片很重要 對 要有聲 女生不能放大片 就是隱形眼鏡 我分一般跟放大 對 就看起來比較可愛 對 眼鏡頭比較猛 戴了以後就變小狗 也會不會 對 他就很湧下 在那裡 對 大學生 大家也知道 就是期中考完 大家知道那種網路遊戲 非常重要 不淋不棄事 我兄弟在要一起 去打 然後 而且要爭取 最高的排位跟榮譽 那比考試的榮譽 還要更重要 所以在有一季的網路遊戲 LOL 很熱門 然後結算排位的時候 大學生覺得 這次是 我一定要跟我兄弟 爭取最高榮譽 所以大家就去 網咖連打 三天三夜 不出網咖 全部在裡面吃 在裡面睡 所以大家打完之後 結果他早上起來的那一剎那 走出網咖的那一剎那 因為包大葉比較便宜 所以他出去的時候 是凌晨六點 那你走出去的那一剎那 他就發現 他覺得眼前就好多那種 閃爍的點 黑點去吃早餐的時候 他發現這個黑點一直在 然後覺得好像真的不太對了 結果等早上眼科開診的時候 他趕快去看 結果眼科醫師那時候 眼底一看的時候就告訴他說 你這是我們的 視網膜是我們眼睛後面的 那種像底片一樣的功能 但玻璃了 我們視網膜下面有兩個地方 它黏住要給它營養 玻璃之後 它這部分慢慢少了營養 視網膜會壞掉 壞掉它就看不見 等於是 沒有底片的眼睛 根本看不見 就是瞎了 對 所以這如果沒處理 它更可怕的是 它一開始裂孔一點點 可是它裂一點點之後 大家知道東西裂一點點 會什麼樣 像撕起來一樣 就一堆一堆就越來越撕起來 就玻璃了 整個撕掉之後 所以他最後就剛好 眼科醫師趕快請他 趕快我們就直接雷射 把那地方裂孔給燒灼掉 直接黏在一起 把那裂孔趕快給堵住 就還好他那時候有趕快去救診 不然 不然就過去就全瞎 就為了一個 所以 差點把自己排位都幫忙 真排位 是不是 那幹嘛 就視網膜剝離 視網膜是整片 所以我們眼球後面整片 這個橘色的範圍 都叫做視網膜 那通常小破洞的時候 你趕快就醫 就趕快用雷射處理就可以了 萬一它剝離到 就是它剝離到一半的時候 就沒救了 要趕快開刀 但是開刀以後 視力還是會受損 所以這個有的人 大學生就覺得 我趕快回去睡一覺就好 對 很多人都這樣子 就是很多人都覺得說 看到點點 閃電 就是覺得說可能是太累了 頭暈 還是覺得就用眼過度 想說睡一覺起來就會好 睡一覺起來 就趕快就好 或者是 還問網友之類的 問網友 網友叫他直接挖掉 但是我建議就是 應該是每個人 就是 應該要做一次地期的視力檢查 包含 但是有時候視力正常 不代表你的眼睛裡面是正常 有可能 譬如說你有視網膜破洞 你的視力還是可以1.0 可是它左邊已經開始有變化 所以你要及早發現 趕快把那個破洞修補起來 而且女生有時候睫毛上面 有幾萬隻細菌 你都不知道 對啊 都是蟲耶 有啊 有些那個女生 用那個睫毛膏 用了三個月 四個月 都一直在用那個 其實裡面都是細菌 對啊 對不對 那個顯微鏡下面的蟲 對 而且現在 因為大家喜歡接睫毛 那接睫毛就是 又不敢洗 因為怕它很快就掉 所以眼瞼的根部那邊 其實它有時候會有一些 就是蠻蟲 會寄生在我們的毛蟲 那妳應該拍給它看 它就知道要卸下來 對不對 就是我們有時候 就會幫它拍照 然後就建議它 就是要把那睫毛根部 要稍微熱褲洗 但是其實還是有多人 他會說 熱褲睫毛就掉了 睫毛掉了就在接就掉了 那是重點 它是不是要漂亮 它不管妳長多少蟲 對 所以我們就必須 拍一些照片 就是要讓它知道 事情的嚴重性 真的滿危險 因為我也有接睫毛過 然後眼睛就是一直 有異物感 然後會痛 然後我就後來去看醫生 醫生才說我接睫毛的 那個黑膠 黏在我的眼尖裡面 然後我又一直揉 所以就是讓我的腳膜 也受傷了 然後我以前也是 那時候還有近視 我後來雷射掉了 然後我那時候是戴隱形眼鏡 我最記得就是有一次 採訪羅志祥 我們那時候帶他出去 做一個專題 他要化身一日的 髮型設計師 然後就在沙龍裡面 然後髮型沙龍裡面 冷氣就很強 就很乾 然後我就戴著隱形眼鏡 在那邊看他拍 然後我就一直跟著 羅志祥這樣子 就一直在拍照 然後羅志祥 剪通他前一點 看到我羅志祥就這樣 然後我就一直想 然後我其實也沒在看他 我其實是因為 我的眼睛很乾 然後後來他經紀人 在旁邊看到 他經紀人就以為 我在對他放電還是什麼 羅志祥在馬妹你知道嗎 他經紀人在旁邊很生氣 就說 羅志祥 工作好好工作 你在幹什麼 不要玩好不好 我就就罵我們 然後我才想說 他經紀人以為我們在那個 大情罵俏 對 然後後來其實這件事情之後 因為我真的很不適合 戴隱形眼鏡 我有時候會乾到一扎眼鏡 直接掉出來嘛 太乾 後來我去 因為採訪就認識一個醫生 那眼科醫生就幫我把 就是做 那我就做雷射做好 可是我在做雷射當中 不曉得幹嘛 好像他腳毛不是一翻起來 然後我們就整個 那個就霧掉 然後我就太放鬆 然後就是打那個雷射 要打到我右眼的時候 我就聽到醫生跟我講說 眼睛淚淚眼球 看哪裡... 你跑掉了 然後我才發覺 我太放鬆了 我沒有盯著那個點看 睡著了 天啊 那就是幾秒鐘的事情而已嗎 對 我就漏死了兩三秒 然後後來我的右眼就變成 比左眼就是 然後視力也一直比左眼差 我只要比較暗的室內 我看字就會有點炫光 有一次我在做 秦漢大哥的SNG連線的時候 他那時候不知道 出席一個公益什麼的 然後那時候也是因為 要SNG現場 然後就要連線 他的基本資料什麼 然後前面就有一個 那個我們的助理小妹 就寫了一個大字報 就寫1978男主角 他就是1978年 得了金馬男主角什麼 有一些基本資料寫在前面 然後我真的男主的那個主 我真的看不... 就是有點 我以為是男生的身 我就說 秦漢大哥是1978的男生 好可憐 然後他就有點炫 他不是男生 他是女的 1978的... 你幾歲啊 他不是五歲 他不是五歲 然後我就說不是男生嗎 不是男生 然後就很... 原來是1978年 那個金馬獎 就是男主角 然後我一回到公司 我又被罵慘了 我從此沒有出過SNG 那我跟你們說 我現在超注重眼睛保健 我眼睛吃好多東西 有 Omega 3的 然後夜環固的這些 然後 對... 然後我就覺得補... 我自己覺得 就是有補的時候 沒什麼感覺 但是一停掉 真的眼睛就又再容易會乾回來 所以我就跟妳講 它是不可逆的嘛 對 有受傷 所以你在好的時候要保護它 那等不好再來吃這個 吃那個 有點來不及了 對 醫生說我沒什麼擺內障 也沒有什麼黃斑鋪 所以就開不了 對 好可惜喔 真的 還是可惜 還是繼續可惜 對... 糖尿病年輕化 誘發疾病恐短病 十五年 這個糖尿病 真的是越來越有年輕化的趨勢 那其實美國在前幾年 做一些調查 它發現美國 十到十九歲的年輕人 2001年的時候 大概比例只有千分之零點三四 聽起來不是很多 但是你要知道 這是很年輕的人 那到了2006年 就變成零點四六 那台灣也有一些研究 那數字上聽起來好像 大家會覺得那個數字好像不大 但是注意 這是年輕人 六到十八歲的年輕人 男性大概是十萬分之九 那女性大概十萬分之十五 那重點是這樣 第二型糖尿病的比例 是第一型的六倍 第二型通常都是飲食造成的 那概念就是說 現在的年輕的小孩子 因為飲食的問題 造成了糖尿病的大多增長 其實珍奶這裡面的添加物 其中一個很重要的甜味劑 叫做 現在大概被很多的這個 生物化學家大概鑑定出來 它大概是造成我們 糖尿病的非常重要的一個原因 雖然它本身 果糖本身 並不會造成血糖升高 但是高果糖 玉米糖漿 不要被那個高果糖騙了 它高果糖只是 真正的玉米糖漿裡面 還是有百分之五十的蔗糖 所以它把玉米的澱粉 轉化成為果糖跟蔗糖 所以那個甜度高 吃下去其實那個愉快感很強烈 所以非常容易上癮 我以前其實也是果糖成癮 就是我喜歡喝甜的東西 我喜歡吃非常甜的東西 當然我後來瞭解這之後 我現在已經大部分時候 都可以拒絕了 所謂大部分時候 就是還是有把持不住的時候 那我要舉個案例就是說 這個年輕人的 可能會發生問題的狀態 我有一個個案是 十九歲的女孩子 她是立志要考軍校 到軍校體檢的時候被退化 說她的血糖太高 然後她就到外面的醫院去檢查 糖化血色素居然高達十二年級 那才... 但是她其實警覺得很快 她立刻就知道她的隱藏 所以那個月她就很克制著自己 然後到另外一家醫院 隔了一個月再去檢查 還是測了一次糖化血色素 變成十一點級 那到我這裡來的時候 我就幫她測了一些她的狀態 然後她媽媽帶著她來 才知道第一 她有兩個風險因子 第一個她媽媽在懷孕的時候 有認同含尿病 所以其實這個狀態就已經讓這個孩子 在出生的狀態之下 她已經在娘胎裡面就曝露過告訴她 她的其實胰島素的分泌 跟糖的代謝能力 其實已經在那十個月的當中 已經有著障礙 再加上出生之後 現在年輕人其實沒有辦法控制的 就會曝露到這種東西 所以她十九歲 而且十二年級 絕對不是一天發生的 就是她十二年級 一定是很長一段時間 也就是說她可能發病的時間 我們現在其實在講就是說 糖尿病診斷的當時 她的疾病原因 大概在十年之前就已經有了 所以她其實大概在 九歲八歲的時候 其實糖尿病就已經在開始 慢慢發生 到達十九歲 因為軍校才驗出來 那還有一個重要的好消息是說 那去年二零一八年 在美國糖尿病學會 有一個很重要的演講就是說 發現這個糖尿病的主要原因 是一道是阻抗 可是要改善阻抗 除了飲食控制之外 每一天只要做 三十分鐘大肌肉 比如說 其實講起來就是叫你走路 走快一點 就會改善 所以其實並不那麼困難 就是預防糖尿病 改善糖尿病不那麼困難 我們以前常常講 要飲食加運動 那個運動每次都講到 好像大家不願意做一樣 其實每天只要有三十分鐘的步行 大肌肉的運動 其實就會達到很好的效果 現在有的寵孫是 要吃甜的就給它甜的 那更糟糕了 好多 現在那個 我社團賣得很好的 都是全家人一起吃的 很幸福 太幸福了 可是我們好像 不管是東方西方都有這個傳統 就是小孩子好像 要獎勵他 對 那我們的禮語裡面也是說 比如說那個 萬一是覺得 trick or treat 不是要糖吃 對 所以那個給糖這件事情 當然就是說人類的 這個生活習慣裡面 的確對糖是喜歡的 可是以前糖沒那麼容易得到 所以你糖會很珍貴 現在糖到處都氾濫了 你還把糖當成獎賞 那個小孩子其實就 無形中 他被獎勵過一次 他就喜歡那個感覺 那現在又到處可得 那你會知道 現在小孩子 整天都暴露在糖裡面 如果現在檢視一下 小孩子的飲食 那真的非常可怕 幾乎 如果你去 我現在在做減重嗎 有些我的客戶就問我說 那宋醫師 請問7-11 有沒有可以吃的東西 我說7-11 沒有可以吃的東西 真的假的 你去找幾乎所有的包裝品 外面你看它成分表 幾乎都含糖 真的 我有時候為了 不買那個含糖飲料 看了半天最後就拿 真的啊 你怎麼說要喝水 可以讓你越來越想喝 我就說真的 然後我又不想喝水 然後就看了全部都是糖的 你這樣 這是一個天大的錯誤 沒有啦 所以我也是不得到 我有一個患者 他就問我說 所以是我要喝酒 請問哪一種酒 喝了血糖不會升高 我就為了他 特地找了一片文獻 結果發現啤酒是 對 紅酒好一點 烈酒反而不升血糖 沒有那麼高 但是酒精本身 其實應該把它當成 糖類來看待 因為它在 因為它熱量很高 不只是熱量的問題 而是它的肝臟代謝之後 最後還是轉化成為脂肪 而脂肪最後會影響到 你的醫療老師煮抗 所以這個變成 繞一圈回來 還是造成你糖類會變成問題 是 我們在那邊恭喜 中醫師出了新書對不對 我覺得是 痔瘡的自救的一個全書 痔瘡怎麼自救 怎麼自救 那我們今天在講老化 或年輕人 就是都會覺得 好像像痔瘡這種 老化性的疾病 不會跟自己有關係 那事實上 你每天在使用這個肛門 本來糞便的衝擊 就可能會帶來它老化 那現在因為 飲食的關係 我們自己大家講很多 比較精緻化 缺乏纖維質 然後大家缺乏運動 久坐或久站的關係 壓著這個肛門的部分 所以大家要提早老化 我們最早 年輕需要開刀的病人 現在是十八歲 那這本書就會把我們 看了上萬人的經驗 然後分享在這個書裡面 希望教大家怎麼樣 自己都可以 也是告訴大家 如果看完這本書 就可以了解說 什麼動作 什麼行為 什麼失誤 會讓你長痔瘡 然後什麼時候 需要去看醫生 什麼時候可以先試試看 在家裡面用物理的方法 不需要用藥 就可以自療 是 所以概念上是這個樣子 像我就有碰過一個 三十幾歲的女性病患 她大概 大概一百五十五公分 但是大概九十公斤左右 她真的是體型是很重的這樣子 那那個時候來的時候 她是個 還好 她的痔瘡其實不算嚴重 她合併了一個 肛門裂傷的狀況 那像這種下身 比較重的這種病人 有時候排便的時候 力道比較強 結果可能造成一個裂傷 一般來講 這種裂傷在兩週 到兩個月之內 她自己會好 其實只要排便順就可以了 那我們就想說 好 那你就先用藥 回去叫她 怎麼自我保養 然後兩個禮拜之後 她回來看 不但沒有好 而且開始有些 開始痛起來了 那我就想說奇怪 如果只是單純一個傷口這樣子 你年紀也不大 怎麼可能好那麼慢 我們當然就懷疑說 會不會有什麼 免疫上面的問題 那第一個想到就是 這過重這樣 會不會有 果真有糖尿病這樣 我就跟她講說 妳有糖尿病 本來很怕嚇到她 然後就試著跟她講說 血糖很高 結果她就非常大大地說 你知道啊 當時在大概半年前 抽血的時候 就以前告訴我 這樣非常的爽 我說 我說 妳知道妳後來有回診嗎 她說我知道 因為醫生有跟我說 我比較胖嗎 所以我就很認真 在運動跟減重這樣 反正我想 我減重下來 我糖尿病 就會好了 那我覺得這個地方 也給大家一個概念 糖尿病恐怖的地方 就是她血糖會升降 在血糖升降的過程之中 它會破壞我們的血管 那破壞了以後 那個血液進不來 只要有受傷了 那個傷口就很容易 爛在那個地方 然後爛著 它很營養 就變成 所以 其實在蛋身機久了以後 那個傷口就不會好了 那她就是這種狀況之下 所以我就跟她講說 妳這樣不行 妳一定要去 新陳代謝科 控制妳的血糖 同時控制 然後我們同時 做抗生素的處理 就果真不太行 吃了藥沒有辦法 就只好清創 清創的話化開飲料不夠 然後進開刀房去 然後把那個地方 農陽處給整個化開來 才讓這件事情結束 所以從此之後 我們也提醒她說 血糖真的是很重要 不是說只有 單純等著減重 中間就要做控制 我們這邊有遇到一個 是32歲的男生 她在接到業務工作的五年內 就是胖了10公斤 那她可能就想說 是因為我的壓力問題 或是工作型態 然後變得很胖 可是她就是漸漸的發現 自己好像越來越沒辦法晚睡 然後再來就是 她也很容易就覺得很累 然後再就想說 可能是工作的關係吧 然後就不以為意 那直到公司的健檢出來 發現有很多的紅字 尤其是被醫生警告 就是血糖 她空腹血糖有110 然後在糖化血色素 大概6左右 醫生就說 你已經差一點 要進入糖尿病的 這個領域裡面 一定要特別特別小心 然後她就心裡想說 好 那我要下定決心來做 可是日子還是一天一天的過 因為就不會有什麼特別的點 讓她一定要痛徹心扉的 來做這個決定 那直到她的尿尿 在馬桶旁邊 都已經有 就覺得沒差 她想說好 減肥 就是明天開始 所以我就是一直沒有 再下定決心 那後來就是 她香港腳有一個破皮 她就是想要把她那個 撕開來 覺得很舒壓 那撕開來之後 過了兩三天 就整個腫到小腿這邊 然後她人非常的不舒服 緊急送醫發現是 這時候檢查才發現 其實她已經有可能 成為 然後這時候她想說 我32歲還沒有結婚 怎麼辦 這樣下去不是辦法 然後就是請醫生幫她 就是做出最好的 這個後面的一些照顧 然後就轉來復健科 那我們幫她開了 其實很重要的 就是像剛才宋醫師有講過 我們要運動30分鐘 但是如果以她這樣的個案 又比較年輕的話 其實可以在 在飯後半小時之後 然後一小時以內 做大概 10到20分鐘的運動 那這比較年輕的話 她可以做油氧 再加一點激勵 那最簡單的就是 所以我就建議她 你附近大樓有樓梯的 就去爬 如果沒有的話 你就是那個便當盒 便當的垃圾 走到比較遠的街口的垃圾桶 去丟 就是要出這個馬路 讓自己 然後偶爾可以原地跳 讓自己的這個肌力 跟有氧這個可以帶上來 那她就是因為 覺得還沒有結婚 就糖尿病時代是太可憐了 所以就很努力的來做 而且你要跟她講 會影響性功 她後續她都已經查好 覺得不行這樣 這才聽得進去的 很在乎 聽得到什麼重點 她後來就是半年內 受了五公斤回來 那持續的就是有在控制 那我這邊講一個 以前這個大家 這個同事碰過一個個案 她其實就是一個二十幾 快要大概二十八九 到三十歲的一個 一個少子 那她晚上 大概晚上大概深夜 過十二點之後 和她一個朋友 一起來掛急診 她朋友帶她轉述她的症狀 就是說她們要去跑趴 喝酒嘛 她喝多喝醉了 她聽得很喘 有一點經驗的醫師 經驗醫師看的時候 大概就知道 這是酒精引起的所謂的 會有過度換氣症狀去 就常常酒精誘發的一個情緒 比較激動或怎麼樣 所以像這種 我們大概給點鎮精藥物 或是給她一些點滴 或什麼講 問她朋友呢 她說沒有 就是以前也發生過 喝酒或這個樣子 那這樣大家就比較安心 好了就打個點滴 讓她睡一下 休息一下 休息大概就好了 可是一直看她奇怪 怎麼 她朋友也睡著了 病人也睡著了 可是呼吸還是一直 她移觸 所以我們就把她測個 我們知道 這個過度換氣的時候 我們的血液會呈減性 還是那個我們叫 呼吸減血症 可是沒想到 她抽完動盤血之後 她的結果是個醫師 完全出乎醫療之外是 她是代謝酸中毒 只要血液是代謝酸中毒 背後一定有一大票的 必須要去追查的原因 她絕對不是個正常表現 而且也不是情緒引起 也不是酒精引起的 所以那個時候怎麼樣 醫生就做很多檢查的時候 所以她其實就是一個 糖尿病的 銅酸中毒的狀況 那銅酸中毒 她其實也會呼吸加速 因為她有代謝酸 那後來早上白癡 就很多處理 她還是睡 還沒有醒 等她醒了之後 隔天早上醫生問她說 有沒有糖尿病 居然中醫師講的 有啊 有啊 知不知道有糖尿病 知道嗎 有沒有控制 沒有 沒有 有啊 有些會控制 所以越年輕的糖尿病 她就這麼早 因為她的急性病 她的慢性病發生 她不會那麼快出現 對 所以她本身也不見得 會有什麼特別不舒服 可是血糖 如果妳這長時間 控制不好的話 再加上一些什麼酒精 或什麼下因素 她其實就會 急性病發症 還是有風險的 所以銅酸中毒 在老人家 這個還是有一些會致死的 我們看最後一樣 肌肉骨骼提早退化 年紀輕輕就痛 動彈不得 這個部分 其實在這十年 真的是越來越多年輕人 來復健和報到 因為這十年 就是手機進步的這十年 那其實不僅僅是頸椎 像 甚至像 這些都有越來越 年輕的退化現象 那我在這邊 接到的一個案例是 她是在家接這個 美編的Case 那她為了想要再多賺一點 又接了人家 粉絲專業的小編 所以她一整天 不是在看電腦 就是在看手機 那久而久之呢 她就覺得 頭越來越昏 然後會開始有那種 在飄的感覺 然後甚至有像 灑那個聖誕節金粉的感覺 那她就覺得 我好像快要沒有辦法去工作了 甚至她還有出現 我們剛剛提到的 眼睛干涉的問題 後來有一天是因為她真的 沒有辦法看到自己 有沒有頭皮屑 就是她的這個 連自己有沒有頭皮屑都看不到 她想說怎麼會這樣 一直下的脖子 已經到這種地步 所以她就想說 那來復健科看看好了 那檢查之後發現 它是脖子後面的這個 原先這個肥大呢 基本上是 但是現在因為 大家長時間使用 這個都已經變得 越來越年輕化 肥大後面就是 蓋化的話就一定要開高了 那這個肥大的話呢 就是會壓到我們的神經 所以它的這個頸部 經過的神經血管 都影響到她的頭暈 跟眼冒精心的部分 那後來呢 我們就是幫她做一些 復健之後 她有稍微改善 但是其實這個最重要的 還是 所以我們提醒大家呢 怎麼樣去注重自己的姿勢 就是你去意識一下 如果你的耳垂離肩膀太遠 你就知道你跑太遠了 要讓自己趕快回來 讓耳垂跟肩膀可以靠近 那在這邊呢 再分享一個體部健康操給大家 就是其實我們在做姿勢的 這個部分 還很重要的就是 肌肉如果有力量的話 我們比較不會容易跑掉姿勢 所以這個健康操的原理是 就是 那先大家跟我做一個動作 我們手交叉放在後腦勺 手呢 要把頭往前推 然後頭不能把它被推到前面 你要去跟它頂對 頂它就這樣子 然後做到有一點微微的抖 第二個呢 是把它放交叉在額頭前 然後你的手要把頭往後壓 可是你的頭要往前 撐住 每次是十到十五秒 那何必 就頂牆壁就好了 可是你如果在工作的時候 你就是這樣練這樣 徒手就可以做了 然後在戶外任何地方都給我走 前頂往後頂 左右邊的話呢 就是我們放在耳朵這裡 然後你的手要把它往左邊推 就讓它自己 頂它 撐在這邊 那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要往這裡推 然後就撐住 十到十五秒 來讓這邊的肌肉呢 可以更加強健 我們就比較不容易會有韌帶肥大 或者是肌肉退化的狀況 其實我覺得年輕人 還有一點一定要特別注意 就是骨骼的問題 然後像是我之前大學的時候 有一次出了一個車禍 照X光是沒什麼問題 可是等到它整個復原了之後呢 我就常常會 就是那種冰咖豆 你們知道嗎 就是會這樣 扭到 冰的 後來我就再去找了中醫 中醫就跟我說 其實那個時候呢 長的時候 所以它現在只有兩種解決方式 一個就是我就接受它 第二個就是 它在幫我把它弄斷 再把它裝回去 對 那我當然就不可能選這個 因為我覺得感覺很痛 所以我後來都導致 不能常久站 去年的時候我就覺得 還是去做個健檢好了 結果沒想到去做健檢 才發現 我自己出了腳的問題 我的 頸椎有很嚴重的問題 然後那個鈣質的含量 也流失了非常的多 那時候醫生就跟我說 我一定是生活習慣出了問題 不然就是我的飲食上面 也有問題 我後來就跟他說 對 因為我不喜歡喝水 所以我平常每天都喝 就是咖啡或濃茶 然後有時候會喝含飲料 所以就是造成 然後我爸爸就跟我說 該吃一些保健食品的 就我爸那時候就給了我這個 軟骨腹的膠原地 然後它其實呢 這種裡面呢 我們要讓骨骼可以成長 很重要的就是 我看了一下它的含量 非常的充足 所以是完全可以補足 我們每天需要的 這個維生素D的含量 那其實另外還有就是呢 我們不能只關注到骨骼 包括了骨骼附近的肌肉 也很重要 所以它裡頭 有一個非常特別的 它就是可以幫助我們的 可以就是 這個動作會比較靈活 不會卡卡的 還有彈力蛋白 是能夠讓我們的肌肉 比較柔軟 比較有延展性 那我們要讓骨骼好一點的話 是不是這個關節跟關節之間 就要多一點的 來保濕 它裡面也有 那我們剛剛不是有說到 軟骨素嗎 所以我就很好奇想說 軟骨素這裡頭 到底是什麼東西的軟骨啊 結果我一查之下 它原來它是用 還有北海道鮭魚的鼻軟骨 來提煉成的軟骨素 所以等於你每天吃一定的話 你就可以補充到 維生素D 膠原蛋白 玻尿酸跟軟骨素 通通一次都滿足了 那其實現在市面上 有非常非常多的保健產品 大家眼花撩亂不灑灑 也不知道怎麼來做選擇 所以我就是一定會認明 有專業機構 SGS的認證 這樣我才能夠確保 我在吃這個東西的時候 我不會越吃身體越差 因為它代表它裡面 絕對不會有中金屬 或者是西藥 或者是塑化劑 其微生物之類的 它就能夠幫我們做一個保障 其實我覺得現在年輕的女生 不要想說只有在懷孕 生完小孩之後 鈣質才會流失 或老了之後鈣質才會流失 等到它流失的時候 就像瓜哥說的 到時候都來不及了 不可能 對 他們這麼年輕 還不開始保養 難道到五十歲才開始保養 來不及了 也不是來不及 永遠都來得及 永遠都來得及 即時開始都是重要的 所以現在很多年輕人覺得這種 關節退化 或者是骨質疏瘦 跟自己完全沒關係 好像是長輩才有的病 可是事實上我跟大家分享 現在在門診越來越看到 很年輕人 關節開始退化 開始很明顯的疼痛了 為什麼呢 要嘛就是那種 跟朋友運動過渡的 要嘛就是整天 久站這樣主播的工作 整天要久站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要不然就是 因為 體重的過重這件事情 當你在下樓梯 你的負擔是體重的四倍 如果你是蹲下那種 就跪在地上的那種 在擦地板 是八倍的部分 那所以換句話說 你體重每增加一公斤 它就多了八公斤 關節的負擔 那關節能夠承受的 一般是還能接受 是三十五公斤的部分 所以你超過三十五公斤的時候 它就會開始慢慢 會開始引起疼痛 所以我們要注意的就是 避免壓垮關節的最後一公斤 不要讓它發生 這是我們要注意的事情 那前面說的 這個是現在最近比較流行 大家在討論的一些 關節保養的部分 那這部分跟傳統 大家在使用的一些 我們 曾經有研究做一些比較 因為非變性二型 膠原蛋白主要的目標 是為了去調控我們的關節 所以它就去比較 根據它的功能 活動度 跟生活的滿意度 跟疼痛指數 整個做個總評分 就發現 其實在非變性二型膠原蛋白的部分 是直接明顯改善了三十三%左右 而另外一個部分 在葡萄糖的部分 大概是十四% 那其他提到的這些成分 像 糖粒蛋白是我們韌帶的成分 不尿酸是關節腔裡面的重要成分 像裡面的 也是我們另外 軟骨的一個成分的部分 那 維生素D近年來就很行 很多的研究 最近新聞就一直有在討論 維生素D 可是大家就算講了這麼多 在台灣的國民營養調查 維生素D不足的百分比 其實還是百分之九十八 所以換句話說 幾乎大部分大家都不夠 即便就是有大家都有這樣的概念 還是不夠 那每天建議大家補充多少 其實每天建議補充就是 就是前面所提到的 四百單位的這一款 維生素D是我們身體 它可以幫助鈣的吸收 血液的鈣質的一個調控 對我們的骨骼的健康 是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現在年輕人 這個疾病是已經越來越年輕化 所以雖然沒看這幾代父母親 可以關心一下你們的晚輩 不要這時候不保養 就為時已晚 今天我們的內容非常實用 要請醫師們分享他們的秘跡 什麼秘跡是什麼時候 開刀是最好的時機呢 來定期追蹤 應該注意到哪些的數值 這些都要記起來 就能對身體更撩落智障 馬上請醫師來分享一下 先等等 開刀也有最佳時機 醫師解密告訴你 巧克力總統 開刀是什麼時機最好 各位想得到嗎 不是長瘤就開嗎 瓜哥你說有瘤就開了嗎 對 一公分兩公分也是開嗎 那好像是有腸就要開吧 有腸就要開嗎 不然是不是很難受 還是五公分就開 直公分就開 所以要選最佳時機 對 過去我們確實腫瘤 尤其是超過三五公分以上的 巧克力兩種 因為它不會消掉 它是子宮內膜異味瘤 一般就是直接開掉 所以小的時候 很小你也會建議它不要開 現在不只這樣 我們建議要懷孕前半年開 這個原因是因為 最近這兩三年的改變的想法 因為已經發現說太多的 這些病例大部分都會復發 可能五年後已經快一半的人 都復發了 那一直開 又再開 又再開 那就覺得說這不是一個辦法 因為每次開卵巢就破壞一部分 那要懷孕的 那卵炮又被殺掉一部分 後來就開始想說 可不可以不要開 先吃藥 先吃藥 然後等到要開的時候 要懷孕的時候再開 那為什麼半年前 因為現在主張說 開完刀以後 因為還要用藥用半年左右 為什麼呢 因為巧克力兩種 它就是 那通常有囊種的時候 內膜異味瘤 還有內膜異味 你在用半年的藥 可以減少復發力 同時也可以殺光那些 沒有看見的 不適合燒的那些地方 那這時候懷孕率最低 那我們什麼時候可以印證 我們抽血也可以印證 抽那個一個腫瘤指數叫 通常開完刀不見得 這樣完全正常 但吃完藥或者打完針 它有吃藥跟打針都有 半年的使用 通常它就降到完全的正常 所以這個時候 就會覺得說 你懷孕是最適合的時候 我就分享一個案例 比方說有一位 28歲的女性 她第一次來找我是巧克力兩種 6公分 她說她找了幾個醫生 跟她說開掉 因為這個又不會消掉 而且已經6公分了 這是傳統思維 可是她又有幾個醫生跟她說 不要看 先吃藥 她就跑來找我 我說對 一個是以前的說法 一個是現在新的說法 我告訴你 我也建議你不要開 先不要開 因為你現在沒有要生 她說對 現在沒有要生 那這樣過了一兩年之後 她說有想要生育了 我說可以啊 很好啊 真產報國啊 你最大的貢獻就是生產力 對不對 這我們還做不到 所以當然我們是提供一點原料 你有原料又有工廠 對 我們男生就輸這一點嘛 對 所以 你還有原料嗎 應該是 你真的太強勁了 這個 瓜哥 他其實是在瞧不起你 你知道嗎 有這裡 有這裡 除非煮蛋還可以用嗎 好 我就跟他說好 那我們來考慮開刀 那開完刀用藥 他拖了一段時間才開刀 拖完他說 可是我覺得說 那個好像婆家也希望 我能夠入門洗的話 可以嗎 我說可以 可行啊 說不定運氣好的話 你用完藥 剛好一兩個月一進來 就懷孕了 那運氣很好是 夜經還沒有來就懷孕了 因為我們用完藥以後 常常過了一兩個月夜經才來 結果他過了快三個月都沒有來 跑來問我說他怎麼沒有來 我說驗孕一下 懷孕了 我說當然就不用來了 所以他直接就停靜聽了很久 後來發現直接懷孕了 像這案例就讓我們知道說 原來有些手術 不見得就是立科開掉 立科開掉是對的 有的時候 因為他本身基本上是良性的 那如果懷孕 發現有巧克力當中 不要動他 繼續懷孕 這我見過很多 懷孕之後他會把他壓住嗎 對...不會擴大 不太會擴大 因為懷孕的時候沒有月經 他不會擴大 比方說這個病人當初 他以前跟我討論 他懂得很多 就像我們這個醫藥記者一樣 都很強喔 他誤我說 那會不會扭轉 我說不會 調適當中不會扭轉 為什麼 它是沾黏的 你們最討厭這種病人對不對 不會... 我們喜歡懂的 我們最喜歡 我們喜歡 完全懂跟完全不懂的 對不對 醫生最討厭 他又要問我一個問題喔 他說那會不會破裂 我說他破裂機率也不是挺高 因為我們吃藥 六公分 吃一次搞不好還剩五公分 破的機率真的很低啦 所以你真的這樣下去就好 你說不懷孕對不對 不想懷孕對不對 對 瓜哥就厲害了 所以就建議說 那又有病人吃一吃 過了一段時間說 好煩耶 天天都吃耶 我說那暫停沒關係 等到你吃一吃 然後你又不舒服 再重新吃也OK 割掉它有助於懷孕嗎 有 絕對有 對 因為那個本身 它是造成不孕症最大的因素 目前不孕症 台灣大概超過三分之一 是因為 現在很多子宮肌腺症 跑來找我做海浮刀 目的是要懷孕的 佔海浮很多 而且都四十幾歲 對 那我的話是 因為剛剛講到 什麼開刀的時機 那其實我還是覺得 雖然不見得有什麼東西 你就要馬上去開掉 可是我覺得該做的檢查 是一定要定期去做 比如說像女生 都要做子宮頸抹片檢查 那就是從那個六分鐘護醫生 智琳姐姐說了之後 其實大家都知道 那它是應該是你 每年要做一次 之前就是在三十 所以我三十二歲生老大 那時候三十二歲 就是剛生完小孩之後 我剛好又是去協助一個 電視台的開台 所以那兩年非常的忙 那那時候剛生完小孩 因為很多人都說生完小孩 其實很多婦科的問題都會 自然的解決 所以我那時候也沒有特別去注意 那我就有大概兩年的時間 沒有做子宮頸抹片檢查 忘記了 忘記了 第三年我媽就突然問我說 你多久沒有做子宮頸抹片檢查 我說我也搞不清楚 好像生完小孩就沒做 她就說 你怎麼這樣子 每年都要做趕快去做 然後就逼著我去做 然後我想說 反正這個很方便 去婦產科 就是一下就 一秒鐘就好這樣 結果後來去做 結果沒有想到做完之後 大家知道就是我們做子宮頸抹片 不是做完之後 她就會寄通知來給你嗎 那通常都是有三個選項 一個就是正常 那第二個就是 可能會有輕微的發炎 然後就會建議你回去回診 但只是發炎 第三個就是 通知你不太好的消息 可能有一些病變 請你要儘快地回復產科門診 來進一步的確診 那結果呢 我就是第三個 醫生就看了之後就說 確實是有一些狀況 那子宮頸癌是這樣子 子宮頸癌大家都知道現在 以前我們所謂的零期癌 現在叫 那我那個時候 其實但是子宮頸癌 它在原胃癌零期癌之前 有一個叫做 我不知道是不是所有的癌症 都有這個階段 基本上都有 對 癌前病變 那癌前病變它分為 就是 那所以就是當你的細胞 如果常常在發炎 可能一段時間之後 它可能就會變成 有一些病變這樣 所以我那個時候 我在兩年多前 最後一次做子宮頸癌 檢查的時候 還只是比如說 就很多女生都會容易 有發炎的情況 我那時候可能也是 然後後來回去有治療等等 但沒想到兩年沒做 我竟然變成 而且我是 那醫生就說 再一步 就是再一步 它其實就是癌症 就是所謂的原胃癌 他說處理的方式 跟原胃癌的處理方式 是一樣的 就是要做一個大切片 所謂的大切片 其實就是把 患部的地方切除 做一個比較大的切除 叫做 對 追狀切除 就是要圓椎切片 那切下來之後 當然一個就是把患部切除 那另外一個也等於是 再做一個 進一步的切片檢查 看看到底有沒有 這個更進一步的狀況 所以後來就去做了 這個檢查 做了這個切 切除的手術 那檢查出來的結果 還好 他說就 就僅止於癌前病變 沒有到癌症 那就處理完嗎 對 處理完 那處理完之後 也不用做其他的 就是治療 但是就是變成 追蹤 一般的話是 但是我每三個月 就要回去做一次 抹片檢查 然後連續去幾次都OK 那就變成 然後最後就回到一年一次 可是你看就是 兩年沒檢查 他可能就會突然間 惡化這麼快 但是醫生其實也有跟我說 他說這個絕對 跟我那兩年 就是 還有壓力 應該是會有 非常直接的關係 對 追狀切片本身確實 像他說的 他是診斷確認說 他真的是只有原胃癌嗎 或者重度病病 中度病病以上就需要做 輕度不用做 因為輕度被發現 超過六成以上 會自動消失 就抵抗力好 就會消失 像他講那兩年 每年抵抗力 就會下降 就會讓他疾病前進 對 我們臨床上 碰到不少 拖幾年下來 突然說 五年前都還正常 結果他說 我覺得 每年都正常 所以我已經五年沒做 一來 他子宮進癌了 因為他又不痛不癢的 沒有感覺 所以你要呼籲 女生大概多久做一次 一定要每年做一次 真的要每年做一次 對 他呼籲大家 還有就是說 也可以做那個 有病毒檢測 他會更緊張 知道說那個 但是一般不建議 30歲以下做 做病毒檢測 因為30歲以下 他的免疫力好 大部分都會恢復正常 所以就變成說 不要製造緊張 然後製造過度的醫療 做一次如果陰性呢 三年做一次就可以了 不要一直浪費錢 我是現在職業是直播主 那時候是我以為我月經來 在痛 可是又沒有出血 所以我一直搞不清楚 到底是胃痛呢 還是月經來前的門痛 然後我就這樣子 拖了一個禮拜 都沒有去看醫生 可是我同學都跟我講說 你臉色看起來很差 超蒼白的 就是發生什麼事這樣子 一直拖到 就是我在課堂上面 蹲在地板上 完全起不來 然後 他們就嚇到 把我送到急診室去 結果醫生一檢查超音波 發現說 就內出血這樣子 他說你怎麼拖了 一個禮拜才來 這麼誇張 然後說是舒軟管 囊腫破裂 然後我就 怎麼會這樣 我說我也不知道為什麼 他說我有做什麼事 我說我沒有做什麼事 你沒有做什麼事 然後他說 他說你拖了一個禮拜才來 你知道很嚴重 有可能會就是修徹 或是引發腹膜炎之類的 不是舒軟管囊腫破裂 是黃體囊腫破裂 是卵巢的黃體囊腫破裂 因為這個時候 醫生為什麼問他說 你在做什麼事 因為性行為之後 撞破的佔很多 對 講過很多次 那但是也有一部分 是自然破掉的 撞破的也有 突然在月經 月經 但是我相信 就是月經來了 前一個禮拜 腫的最大 這時候常常是這時候破掉 他出血如果慢 可以拖好多天 對啦 如果出血量大得很快 就進入修課 你處理不行 真的 我有一個朋友 兩次耶 很厲害 都是那個 黃體囊腫破 然後第二次的時候 醫生就把他老公叫他媽 說你太強了 說你太強了 醫生真的把他老公叫進來罵 說你不要這麼強 怎麼可以罵 一般我們都說 我們都不會罵 我們都說 他們兩個都很高興 夫妻都很高興 OK 我現在要講之前 是很羨慕婦產科醫師 因為婦產科醫師呢 不管是內科外科 他一個人說得帥 以下我們要講的是 內科外科要一起 對... 一起說才算 對 可能內科診斷 要交給外科 外科開不開是呢 他們決定 可是有時候內外科 要開一個聯合的討論會 像現在我要講這個 這是比較科技的想法 意思是說 因為外科可以拒絕 因為外科可以拒絕 對 醫生不能動當 你就知道 人家內科醫師多謙虛 你知道 人家外科醫師多麼講話 OK 好 我們現在講這個常阻塞 這個常阻塞 只會發生在急診室 因為一般病人 哪知道他自己常阻塞 他就是肚子痛 他就一直吐 吃不下東西 才會跑到急診來 那急診來 一照X光片 不對喔 那時候才會診斷 只不過現在問題就是說 那你肚子痛 進急診室 你會進內科還外科 我們要講一下 常阻塞事實上 有分兩種 一種是屬於功能性的 也就是我們講麻痹性的 可是有一種常阻塞 是機械性的常阻塞 一般來說這種麻痹性的 可能是不需要開刀 但是假如機械性的話 就需要開刀了 那大家可能聽不太清楚 到底什麼意思 所謂機械性的常阻塞 就是你可能有一個 腫瘤塞在那邊 所以東西過不去 那你當然要把腫瘤拿掉 還有一種是 它可能多年前 可能例如說 它剖腹產 結果那邊有 那沾臉以後也會塞住 那那個時候 有時候就是開繞進去 把沾臉的地方撥開 這個就 開了才能夠解決問題 可是只要是這種麻痹性的 它有可能是因為 好幾天沒吃東西 假離子太低 腸子就不動了 還有一種是 因為它就是造成全身的問題 那我要分享一個案例是 就前兩天而已 我晚上看診看到十點半 忽然間有個病人進來 他說他肚子痛 他要掛急診 我說掛急診應該去急診室 怎麼到門診 到腸胃科門診來 他說 我剛剛從醫院出院 他只願意承認這樣 結果不對啊 肚子痛聽一聽怪怪的 敲一敲都是空隙 趕快照一張一直光片 醫院 藏主室 就醫院 藏主室 那我說你怎麼回事 怎麼會拖到現在才來 他說 不 我才剛出院 外科醫師讓我出院 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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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結果再繼續問下去 原來外科醫師沒那麼大膽 外科醫師說 你還不能出院 因為他腸子看起來 X光就是藏主室 怎麼會給他出院呢 原來他簽自動出院 那是他的問題還不錯 對 因為他在急診室的時候 常阻塞 內科醫師就幫他照了一張電腦斷層 沒有腫瘤 沒有腫瘤就是 沒有地位 不知道要開哪裡嘛 就先收住院 這時候收哪裡 收外科病房 就在外科住了大概三五天了 他就還好啊 我覺得有比較好一點 他說 我要出院 結果出院的當天 吃一點東西就漲起來 所以立刻又來 那怎麼辦呢 當天再轉回急診區 再住院 所以常阻塞 另外假設沒有解決之前 是不可能離院的 因為離院你會給自己製造問題 我要再分享另外一個案例是 他也是常阻塞 說來的時候是 一直吐 肚子痛 那一樣先送急診 一樣電腦斷層 照的沒問題 可是住在病房裡面 住了三天 還是繼續吐 可是這個時候外科醫師說 我找不到要開哪裡 那家屬呢 家屬呢 家屬回來找內科醫師說 沒有比較好耶 要怎樣 我說他想轉院 我知道再幫他找說 我同學外科醫師 就轉過去 他就把它開掉了 開進去呢 原來腸子扭轉 他也沒有腫瘤 他就把它翻回來 關起來就好了 結果呢 他出院又回到門診來 原來是 我這邊要趁這個案例 是提醒所有的觀眾朋友 假設腸阻塞要想到 因為不是所有的外科醫師 都會去檢查 他有沒有甲狀腺機能力下 這樣一次他們醫院會 但是不是每個 基本的 他說是基本的 可是我所經歷的兩個醫院 都沒檢查 所以有時候 內科才學到一件事情 甲狀腺機能力下 是有可能會造成腸阻塞的 結果聽聽 那個病人搞不好是不用開刀 但是開完了 後來還是要補了甲狀腺 全身的水腫才消掉 開刀最佳時應該只說 找病 如果你這個刀是一定要開的 就找你 這是我們講的 開刀最佳時機 但是有些病人就會誤會 他每天來 我跟他說要開刀 阿桑 他說醫生 我可能開刀 風險很大 我可能要先把我病養好 才能來開刀 我說你什麼病 他說我 我說你神經病 你糖尿病是要致應你一輩子 因為 要說要來開刀 下輩子再開刀了 下輩子再開刀了 下輩子再開了 他說不會好 他說這什麼病病 我要講的就是 有兩個毛病 大家很常聽到 膽囊 息肉跟膽結石 最佳的開刀時機點是什麼 他說你先來猜猜看 這兩個病到底要不要開刀 如果你膽囊裡面有結石 或是裡面有息肉 到底要不要開刀 我的個性是一定開的 你的個性是一定開的 對 很多醫生很歡迎你 等一下 你讓他痛幹嘛 沒有沒有 所以才來講 我們基本上有一個規定 就是我們開刀都會有 適應症 基本上膽囊的息肉 要超過一公分 我們會建議開刀 膽結石基本上大於三公分 我們才會建議開刀 我先講這個原則是這樣 一般的膽囊 很多人現在因為 健檢很發達 大家都莫名其妙 就會發現自己的膽囊 裡面有息肉 或是有結石 只要你是莫名其妙的 被發現 然後你都 你不符合 對底下的規則 不用開刀 你一輩子都不用開刀 可是萬一 你今天有症狀 就是你開始會不舒服了 不管任何原因 你都要開 所以我想說 這個規則是給說 今天如果你是 不小心發現的 膽囊裡面有結石或吸肉 然後你沒有症狀 又符合這個規則的 才要開刀 為什麼 因為當膽吸肉 只不過超過一公分以上 就算他沒症狀 他變成 很高 膽結石也是一樣 他如果三公分以上 可是他完全沒有任何症狀 可是這種病人 合併膽囊癌的機會 也很高 所以這種就算你沒症狀 也會叫你開掉 之前就有一個 十幾歲上班族的婦女 他就拿他的健檢報告 來給我看 是他們公司幫他做的 他連做了三次的肝臟超多 第一次說 半年之後變成0.9 又隔了半年之後 變成1.5 他那時候那邊的醫生 他那邊也有駐診的醫師 跟他講說 你這個要開刀 他就不相信 他就跑來找我 我看到了之後 我也跟他講說要開刀 他就問我說 為什麼要開刀 開膽也就是不是 膽啊 吸肉不是很危險嗎 我又不會痛 而且我不是常常聽他講說 開這個膽囊的吸肉 以後會拉肚子 以後會怎麼樣怎麼樣 一大堆有的沒有的問題 都很多 而且你把我膽囊拿掉 我以後每一膽子 我膽子會比較小 我這種話都講得出來 都一直在講很多的 併發症就講給你聽 事實上我們都知道 膽囊它只是出存膽子的地方 它不是分泌膽子的地方 所以它膽子是幹嘛 是在分泌脂肪的 所以你一下那 把膽囊拿掉的時候 有時候你突然吃太油的 膽子會不夠 所以有時候會拉肚子 但是這個人 適應力真的很強 只輸蟑螂一點點而已 大部分人兩個月之後 會自己改善 所以大部分人膽囊切除掉 這兩個禮拜之後 他是不會再有拉肚子的現場 我一直跟他解釋 他還是不願意開 他就問我說 你為什麼一定要叫我開 你這個月刀很少嗎 所以他在講 你為什麼要叫我開 我跟他說不是 是因為這個東西 他說我又不會痛 又沒有怎麼樣 我就說是因為你這個 將來會變癌症的機率太高了 你看這個長這麼快 而且已經超過 我們能夠接受的範圍 超過一公分了 我跟他講了很久 他最後我就跟他說 那你想想看 你下禮拜帶你老公來 我再跟你講一次 結果下禮拜他就沒來了 就不見了 就再也沒回診了 就不見了 我再見到他是兩年後 在急診室 上腹痛 到我們醫院的急診室半夜 他說做電腦斷層很麻煩 之前我們看到那個 1.5公分的洗腦 已經變成4.5公分 剛好這樣垂下 壓到他的膽管 所以他有點 膽到發炎 所以他就有點痛 就到我們醫院的急診室 然後我們做了很多檢查的時候 都強烈懷疑他是膽上來 後來就建議他開刀 真的就是膽囊癌 但是他運氣還真的不錯 就是還可以開 因為大部分膽囊癌 一發現都已經是末期了 他是運氣 那個膽囊癌 剛好就往下壓 壓到他的膽道 造成他有點膽道發炎 要不然的話 他再繼續擺下去 他根本就不會發現 他運氣還有點好 所以這個病人 是用腹腔鏡開 還是肚子鋪開 那個腹腔鏡開 腹腔鏡開得下來 還剝得下來 這個其實 像江醫師 像這種膽囊洗肉 其實平常都在內科追蹤 所以內科醫師會決定 要不要轉給外科醫師 對 其實一公分是很重要的 那個洗肉 因為以前 早期在二次大陣結束 開始有超音波 聽說我聽外科醫師講 他說早期的時候 超音波一看 看到膽囊有洗肉 就跑去開刀了 結果一公分以下 都沒有壞東西了 所以一公分以下 是不用開的 可是一公分就開始有風險了 那我之前也是碰到一個 類似的案例 一開始0.8 過半年變1.2 跟他說你要開刀 可是他這時候當然猶豫 說我沒有怎麼樣對不對 結果他過 他還是乖乖回來追蹤 結果下次再來是 2.4公分 好快喔 那他運氣算不錯 他還是負腔性開進去 但是這個時候外科 一直把他拿出來 發覺糟糕 旁邊一定有癌細胞 怎麼辦 肚子剖開再進去清一次 所以本來住三天 可以出院的變成要住 一兩個禮拜 所以其實該開到要早一點開 就是當內外科都覺得 該開的時候 其實就不要猶豫了 這個是時間點 對 我們的蔡岳晨 你出新專輯 對 我在七月五號發個人的EP 他牽過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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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我握過的手還多 台北市 在競選 這是你個人創作 對 我個人創作 單曲嗎 裡面有兩首歌 另外一首叫我的世界 對 他牽過的手 去看我的世界 沒關係 這樣可以進化 對 很有畫面 OK 我大概是兩年前 然後那個時候我 因為工作 大學剛畢業 然後 就會 三不五時會頭痛 那 因為那時候工作 我就懶得去看醫生 而且我覺得 反正我才二十幾歲 去藥局買止痛藥 反正痛就刺 然後後來就會發現 就是腳開始慢慢的沒有力氣 就會突然腳亂 那以前會覺得是 因為我走路很喜歡拖地板 所以有時候 以前會覺得 走路跌倒是因為我拖地板 那時候我也沒有覺得 我也覺得應該沒有 反正還是可以走 那就是 就這樣 就是年輕嘛 年輕 然後那時候大概 拖了一年吧 後來 其實我是有一天睡起來 然後 突然腳不能動 我沒有辦法下床 就我起來 我要坐起來的時候 然後發現我沒有辦法起來 結果我腳沒有力氣 家人就是緊急到我去掛急診 你這一年 腳沒有力頭痛 有跟家人講過嗎 沒有 是到這個時候才要講 就是那個時候 我發現我起不來的時候 我說媽 我起不來 真的起不來 OK 就掛急診 然後那個時候就先去做肌墊圖 就一直墊我的腳 然後墊一墊 好像也沒有什麼問題 那你墊有感覺嗎 有 可是我沒有辦法 就是 可能電還會抖一下 抖一下 可是我不會抖 可是我的指數是正常 那後來就是 好 那要排別的檢查 可是你知道 醫院排檢查 都會排比較久 然後就是叫我先好好 你這麼嚴重 還要排這麼久 就是他們說 你就先做輪移吧 因為那時候一開始 一開始先說有可能是什麼 對 然後後來我就好 我就回家 然後不能動 然後就回家要坐輪移 你那時候有沒有嚇死 我那時候覺得還好 你那時候覺得還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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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 還好 完畢這樣就 我都覺得很害怕 所以你說然後回去看 那個已經 人生都已經 可是還好 我每一天睡起來 我就會 就是很像 腦海中香檳擦那個墊一樣 我睡起來一點就會少 就忘記 忘記一點 那你這樣還不害怕 對 然後後來就是去照 然後才發現是腦瘤 腦瘤 對 然後就他可能從我很小 就跟到我現在 我那時候也 他們就說好 那要排開刀 因為我家他沒有電梯 我就主管這樣上樓梯 然後下到一樓的時候 再坐輪移 然後有一天我要下來的時候 就昏倒 就直接疊下來 然後就昏迷 你說排開刀的等待時機 對 然後我醒來之後 已經開完了 已經開完了 開完了喔 對 那不然他什麼時候開 本來不是那時候開 本來不是本來就是可能 排一個月 所以 因為我媽那個時候會覺得 手術會有 因為開大會有風險 其實我媽也不太快 她的意思是 等於我沒昏倒 她還拖一個月開 所以她哪有 不是跟我們主題選 實際就是 什麼都不知道就開完了 也不用害怕 開完了 對 然後開完之後 可是變成說 我剛開完的時候我的 就是我等於是從 我等於是我剛出生的概念 就是我重新在 就是重新確診 後來你的記憶 就每天可能回復個幾個月 就又回來 對 就花了半 八個月的時間 長到二十六歲 但對父母的認識 是一開始就認識嗎 沒有 一開始我 可我可能認得我的媽媽 可是我沒有幫她講話 我不知道 因為我不知道 所以你開完之後還是知道 她是我媽媽這樣 對 但是我不知道 媽媽兩個事我要怎麼講 知道 因為我不會發言 傷了育年的那一序了 所以你這樣 到這樣幾年了 兩年 一年 一年 就恢復很... 會越來越恢復嗎 還可以作曲作曲耶 那本來不會作曲的對不對 我... 我說你本來... 我的開完之後 對他會講 他又像貝多芬這樣寫學 我本來就會 好了之後 就是 從學走路啊 然後... 你有做復健嗎 你有... 所以年輕有差 年輕他復健回來的 恢復還是效果好一些 那你有改變什麼嗎 比如說 你可能以前脾氣不好 或者是以前什麼樣的 越紅 你開腦一定會有改變什麼事情 我現在會覺得說我想到 我以前都會覺得 好 沒關係再過一陣子再做 有改變對不對 對 我會覺得 我現在想到什麼是復健 是朋友會講的那一種 會改變 譬如說他的個性的 那個主要是在 比較前額夜的腫瘤 比較有可能會這樣子 但是他這樣動 我覺得多多少少某些東西 還是會改變 他如果是在譬如說 不是前額夜的部分 譬如說他在頂夜 或其他的部分的話 其實他對他的個性的改變 比較沒有那麼大 那如果他真的現在有一些 個性上的改變的話 可能就是他 那也是一種改變 也是一種改變 所以最後出來 到底是良性還是惡性 良性 良性 這是開刀丸寫的歌嘛 對 為什麼寫這個歌 跟你個人生體驗什麼 因為我那時候生了這個病 然後我那時候有個女朋友 然後他劈頭給別人跑 就是他牽別人的手 就是他用他牽過別人的手 然後來牽我的手 那大家也要去聽 一定非常有感覺 沒有話 謝謝你分享 來 掌聲鼓勵一下 謝謝 白內障是不是要成熟才能開 病人他們視力模糊的時候 就是來檢查 其實他們就是想要檢查 自己有沒有白內障 老人家的觀念都會覺得 不要熟才能開 那因為現在的觀念就是 只要影響視力 影響你的安全 譬如說你走路的時候 會看不清楚 或是你開車看不清楚 等公車上下樓梯有障礙的時候 影響你的生活安全 其實就可以開了 現在就是健保 它規定就是 我們有個公定的標準 就是年紀滿55歲 有白內障 基本上就可以用健保手術 那其實白內障 它就有點像一顆 那個橢圓形的芒果 那最裡面有一個就是 然後外面有一個 最外面有一層 所以我們在看白內障的時候 它我們會判定 它是哪一種型的白內障 那通常就是最熟的那種 就是 這種就完全都是 整顆熟掉的 這種我們叫核性的白內障 那這樣已經看不到了吧 其實它這個只要是均勻的熟 它還是看得到 只是它看的顏色會很暗 可是它還是看得到影響 已經很不舒服了 可是它們是 慢慢的變暗 所以它們其實基本上 都還在是有適應性的 對 那另外一種就是 果肉熟的那種 我們叫做 皮質性的白內障 那皮質性的白內障 最常見的症狀就是會 那還有一種就是 果皮 就是它果肉果實 都還沒有很成熟 可是它的 皮肌開始老化 我們叫做 膜下型的白內障 所以就是說 這三種白內障 我們會先看一下 你是哪一種型 然後第三步就是 檢查視力 就是假設你進來量視力 你怎麼樣都看不到0.5以上 基本上就認定 這樣的視力其實會 影響生活 日常生活還有 安全 那我們就會建議病人 其實要處理白內障 一般還會跟他了解一下 他的生活的狀況 像譬如說最近就來了一對祖孫 就是孫子先開 因為孫子他是 他才40出頭 那他是高度近視的患者 然後再來就是他 可能長時間看手機跟電腦 又工作壓力大 煙就是有抽煙 抽煙也是一個 影響白內障 提早長出來的原因 所以他後來就 他的近視就不斷的加深 那因為他本來就高度近視 後來近視就破千度 那加上他還有老花 所以他就變成 他有好幾部眼鏡 那他來檢查的時候 就發現他的視力其實 矯正後的視力 就不到0.5 那發現他其實就是有白內障 那跟他解釋說明之後 他就決定他要開 因為他真的很受不了 戴這麼多個眼鏡 而且每一個都看不太清楚 那他開完之後 他就擺脫眼鏡 因為他後來做的就是 那整個開完 應該是人身又不一樣 對 他就是視力的第二圈 那因為那時候 我考慮到他還年輕 所以就幫他連老花這些度數 就是他的近視閃光 都一併做了調整 所以之後他就 不用戴眼鏡 就重見光明 他就覺得很輕鬆 然後他就想到他的阿公 他就想說他阿公那麼老了 應該有白內障 所以他就把他的阿公 帶來檢查 那他阿公已經95歲了 那他有一點點失智 可是基本上生活 就是還都算 就是還認得家人 但是因為腳沒力 所以都坐輪椅 所以旁邊都有外勞在照顧 這樣還要開喔 對 他就 他們就把他推進來 就說因為阿公還 還是滿有活力的 就是他還是有在看公文 就是他還是做他以前的事情 90幾歲來看 對 那後來他們就覺得說 他為了要讓他生活品質更提升 那希望 就是反正他自己開完 他覺得很舒服 那他看阿公好像也要戴老花眼鏡 好像也看不清楚 就帶來檢查 那檢查之後 因為他很老了 所以他的那個白內障 真的就是熟 是核性的 就是核印性的白內障 那我跟他對談的過程中 因為我要確認他是不是 自己知道自己要開刀 那當然有一點點輕微失智 但基本上還可以溝通 可是就講了講到最後 都講好要開囉 我說好 那開完 可能可以看得更清楚 什麼之類的 結果他突然轉頭 跟我們一個很漂亮的護士說 你長得好漂亮喔 然後我就發現 其實他看得很清楚啊 就是 我就覺得他視力其實沒有問題 那後來就再仔細了解之後 其實他可能公文也就是 別人會幫他看嘛 然後在家裡 因為生活起居都有人照顧 他的上下行走什麼 其實都有外勞在旁邊寫住 所以他的視力雖然 那時候量起來只有0.2 可是基本上這樣的視力 對他的生活來講 並沒有產生什麼困擾 所以後來像這樣的案子 我們就跟他說 這個就 就是回去再點藥 所以其實白內障 就是評估要不要開刀 第一個就是 當然第一個是看你的 那第二個就是看 你的生活品質 是不是受到這個影響 如果真的有受到影響 我覺得不用太害怕 因為現在的白內障手術 已經進步到是 微創手術 現在開完 就是你簡單的 就是生活治理 應該都是OK的 對 那我想要講兩個 我自己身邊家人的案例 像我自己媽媽 她不到55歲 她就已經白內障 她大概50出頭歲 然後她就是一開始就發現 她的眼睛是看不清楚的 那我們當然是帶她去做檢查 那一檢查發現說 其實她的白內障眼睛還滿明顯 然後呢 就也評估說 因為畢竟還年輕 她很需要用到眼睛 所以後來就是用 專案送審的方式 特別幫她去送審 才做了這個健保給付的 一個手術這樣 所以就是說 現在其實做白內障 這個疾病是還滿明顯的 一個案例就是說 隨著我們的這個 醫療技術的進步 或者說一些生活環境的狀態 很多疾病過去要等 要等她熟 要等什麼什麼 現在也其實不太一定 那個準則是不太一定 都是醫生可以再多做評估 其實像我媽媽她會那麼年輕 就得到白內障的狀況 是她還滿特殊的 因為她是 然後過去那個年代 就是大家對於那個防曬的概念 不是那麼好 沒有這個觀念 所以她出去買菜 出去逛街或出去戶外的時候 都沒有防曬 這樣一般如果沒有自費的話 沒有這個勞保險 開白內障多少錢 現在目前 一人是兩萬五到三萬 就是這個行情 對 那因為那個白內障這種疾病 是它不可逆 它只會越來越 就是越來越嚴重 所以像我先生 其實她前陣子去做檢查 我先生還不到四十五歲 然後她是發現她的視覺 有一天就是覺得旁邊有 就是被遮蔽了 然後我們有點緊張 想說是不是類似青光眼其他的 都沒有想到是白內障 可是一檢查出來 因為她那麼年輕 她白內障 然後 對 白內障都有年輕化的趨勢 是 然後後來我就回想 因為她很可能就是真的 話習慣講不聽 說不聽一種 就是在房間裡看手機 那其實那個影響很大 然後來得很快 尤其燈光光光這樣看 對 然後就是 然後她近視又拿得很近這樣子 所以其實我覺得 這真的是要提醒大家 要呼籲 就是說你不要以為 年輕不會得白內障 後來那個醫生就是說 我們就說那怎麼辦呢 她現在可能 她是說她還滿輕微的 所以還不到開刀程度 但我想應該就是 遲早的事情 那醫生就是 那這樣很痛苦 又看不到 又不到開刀的 她現在就影響是還好 就只能 我就一直提醒她說 你還是要改變你的生活習慣 然後就開了一個眼藥水給她 因為其實也沒有其他的方法 那個上面就寫 初期老人性白內障 這個是傻了 你知道嗎 回去遲遲不能接受 那我今天要問大家就說 疤痕太晚修 真的就會消不掉嗎 好 那我們來看 答案是 你至少要等半年到一年再修 甚至可以等更久 曾經有一個女生 那她是手上的 就是前臂的一條長長的疤 大概有六四公分左右 那我那時候就問說 你這個疤痕多久了 因為我看她那個疤痕 看起來就是 紅紅凸凸的 但是看起來 還不是到很成熟 那她就說她大概是 一個月前受傷的 那她覺得急診科醫師幫她 縫得很醜 所以她希望可以 就是找整形外科 重新去把那個疤痕切掉 然後重新再做縫合 那事實上我看她那個疤痕 她其實還不到一個成熟的範圍 那她只有一個月而已 然後我就跟她說 你這個疤痕至少 你還要再等等看 你至少還要再等半年以後 你要給她一個機會 那那個女生她沒有辦法聽勸 因為她覺得夏天了 她想要馬上就有一個 看起來很漂亮的疤痕 所以聽說她又去 然後開這個刀 修疤是 一公分要一萬塊 所以你隨便看她這樣子 量六七公分的疤痕 如果那個醫生沒有給她打折的話 她至少也要花六七萬塊錢 所以其實是一個相當 相當傷財的一個手術 那結果她等不及 然後呢 又過了一個月之後 她又來了 然後呢 一樣長出一模一樣的疤 她說她看完我之後 因為我說我不做 她就去給其他的醫師 有醫師願意做 一公分一萬塊 為什麼 然後她就她說要去修疤了 結果修完疤痕 一個月之後 還是一樣的狀況 那我就跟她講說 事實上你這個根本 那個時候就是 其實我們人的受傷 會有一些發炎的細胞 進去救災 為了要讓更多的資源 可以到這裡來修復傷口 接下來就是什麼 重建 疤痕它要成熟 它其實要靠它的膠原蛋白 不斷地新生 然後去達到一個 動態的平衡 那大概是在半年到一年以後 這個動態平衡 其實才會變得比較穩定 所以其實我們必須要 給疤痕一段時間 那這一段時間裡面 我們要好好照顧它 譬如說好好的就是貼氣膠片 或者是擦氣膠的凝膠 那再講一個 比較正面的例子 有一個小女孩 那她是 就是整個臉部有 比較大片的外傷 大概十幾公分左右的傷口 那媽媽也是一樣 一開始她非常擔心這疤痕 因為在一個月的時候 看起來就是這樣子 紅紅的突突的 那我就衛照她媽媽說 你這個疤痕 如果你真的要修下來的話 十幾公分的 你要十幾萬 你就等這個時間 時間過了之後 你再來告訴我 你覺得你要不要去做這個 十幾萬的修疤手術 結果 過了一年之後 這個小女孩的疤 尤其是小孩子 她的疤會長得 相對來講又比大人更好看 所以 那小孩子的疤長得 就是看起來 幾乎如果你不講的話 幾乎你不會覺得很明顯說 她有那個疤在那裡 所以當場就省了十幾萬 因為我前兩個禮拜 把我的手指給剁了 對 然後很深 說到這個剁手指 然後去縫也是縫 然後前兩天才 切菜切到嗎 就剁玉米 玉米滾走 然後我手指就變玉米 對 前兩天才剛才顯 講到這個手指 您還算是幸運的 因為您只是切 畫出了一刀 把它縫起來就可以了 但是我每天要面對的是 把手指頭整個剁下去 斷掉 如果在此呼籲 真的有一些活活媽媽 如果真的在切菜的時候 一個不小心 把自己手指頭剁下來了 一定要在2到6個小時之內 找到醫療院所 然後去評估 是不是可以去把它接起來 那如果你沒有辦法 到2到6小時之內去 去做這樣的評估 或是到醫院的話 你起碼要能夠把它 放在生理食鹽水裡面 然後再把它就是冰起來 讓它在一個低溫下 這樣的話還可以 撐24個小時 我曾經遇過一個媽媽 她切菜切切切切 然後一不小心 把它大拇指給剁下來了 然後來了之後 然後就給我看 我就看 我先還沒有看它的斷枝 我只看了 就是它的手的本身 我就說 你這個看起來 好像滿好的 可以接嘛 因為它的斷面 非常的齊整 那這個一般來講 在接上面 對我們來講 比較沒有那麼大的困難 好接 好接 結果我打開了它的那一個 就是它的那個殘肢的部分 我嚇了一跳 這整個都熟了 結果你知道 它居然切下來切一切之後 它就給它丟到水裡面 熱水裡面去 就煮熟了 為什麼 不要這樣 因為它以為可以消毒 在此呼籲 呼籲大家千萬 什麼 什麼 整個組織可以消毒 所以就完蛋了 結果這整個組織都燙傷了 都完蛋了 那是絕對不可能 有機會可以再接起來的 所以千萬 如果你真的手受傷了 千萬不要以為 這樣可以消毒好嗎 現在不是想起 洪杜拉斯以前是開計程車 在計程車付完錢之後 它在廣播電台說 某某車號 剛剛有一個客人下車 他把斷的手指放在車上 他醫院忘了 這個車就開走了 他是 他在廣播警察 開到那個醫院 把手指送給那個人 你知道嗎 那個斷的手指 付了錢下去 車開走 然後透過警管 他才算過 對 我的悶忍常常會出現一些病人 就是爸爸或媽媽帶著小朋友 來我的診間 然後問的就是 醫師 我想這邊在座很多爸爸媽媽 應該也都有很多類似的問題 那包皮要什麼時候割比較好 其實應該很多 都跟你講說小朋友 有太人又出生又割 我們家有案例 所以我們大概知道答案 但是其實呢 我們泌尿科的建議是 上了國中以後再切 因為其實小朋友一出生呢 其實包皮過長 那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一件事情 因為我們人會成長 我們下面的小弟弟 也會跟著一起成長 那其實慢慢長 他其實就會破解 可是你小時候把割掉 不是他讓他 無限擴大可以成長 對 你這樣不拖垮他不是嗎 他其實不會 因為其實有 他是比較勵志的講法 你看 我們的觀念就是小時候 把他占太清楚 他可以自由生長 對不對 但是其實這個有個風險 因為小時候割包皮的時候 他... 因為我們一般長大割包皮 用局部麻醉 就可以做下來 用的藥量其實很少 但是小朋友 如果要割包皮的時候 那一定要用全身麻醉 要插管子 要插管子到你喉嚨裡面去 是上全身麻醉的 所以其實國中開始生長 如果發現 他前面還是有個狹窄環的時候 那其實那個時候 就是真的要來做割包皮的時機了 但是還有另外幾個時機是 在小朋友的時候 就一定要切 像分享一個艾琳 就是之前有小兒科 他就把他的case 轉接給我說 他已經 感染 有去 後來發現他其實前面 也是包金包得很嚴重 那其實這種時候 因為他已經代表說 他前面有 那其實這種我們要預防 他未來再次感染 因為這種以後再影響到腎臟 會影響他未來的 所以這時候 他也要取其輕 所以我們必須要把它割掉 但是那時候 他又是在感染的狀況 所以他其實那時候開刀很不好開 而且那時候他撥出來說 裡面有一大堆尿夠 那開完刀 因為我那時候還是用傳統開 那時候還沒有這隻叫割包皮神器的東西 對 因為以前是用縫的 那現在是變成說 假設我的手指這隻大拇指是歸後 就把它套上去 套上去之後 我把皮拉上來 然後綁著 然後這個其實就是類似 你講開罐器也沒錯 它是開這邊有一個刀皮 割鉗筆機 割鉗筆機 這邊有刀片然後配上釘子 像割鉗筆 對 對 那這樣子把它套上去 轉一轉 你不是手切掉了 轉好之後 皮就下來了 其實這樣過程 這一隻有這隻割包皮神器 大概過程只要5到10分鐘 要怎麼縫 不用縫 他不需要縫 他的好處就是不用縫 因為我之前是幫那位小朋友 他就是用傳統 他就是用我一針一針 慢慢把它縫 大概縫了30多分鐘 這個不用 對 這個不用 因為它這個裡面有配上釘子 有鐵釘 像釘數針一樣 咔嚓咔嚓咔嚓 直接縫就縫了 一刀下去全部馬上就釘 省了應該 省了20多分鐘 因為我們家小朋友 有類似的狀況 然後我們問的是小兒科醫師 那當時第一次問的時候 他已經大班了 醫生就說 其實你要考量到 這樣的年紀的孩子 我們覺得小 可是他其實已經懂事 就是你做這個手術 那時候是建議我們就是說 等到大一點 或者是甚至 然後那可是這中間 像最近這幾年 我們就發現他比較容易感染 就是前面會紅紅的 那小兒科醫師有給我們一個建議 我覺得也可以提供 給媽媽們參考 就是說也不要想說 我只有開刀這個途徑 你還沒有開刀之前 其實我們是 他有開那個 類固醇的藥膏給我們 對 你就塗在前面 確實一陣子之後 他會 然後就比較吞得出來 你就可以清洗也比較乾淨 別忘了訂閱我們的 YouTube頻道 並按下小鈴鐺 看我們最新的影片 如果想要收看更精采的內容 記得選旁邊的影片喔 把按鈕放置 我會拍照 他的門柄 說了 你可能會發進去